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有智慧的老師 老師好 我們一起來玩遊戲 今天有一件很好的事 就是我們有幫大家準備小禮物 好 等一下每一個人 都可以抽三個小禮物 你不想要抽這麼多 也可以你自己決定好不好 好 我們就從第一排小朋友開始 來 小恐龍 快點 好啦 好 再來 看 沒了 你本來要想要拿幾個 你想要拿兩個 你本來 你本來是想要拿兩個小禮物 可是沒有 我看看 還有幾個沒拿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有八個人沒拿到 什麼 禮物竟然沒了 還好我有拿到三個 不過後面還有八個人 沒有拿到禮物 他們一定也很想要禮物 我們一起來幫忙想想看 可以怎麼辦吧 那你們覺得現在有人沒拿到禮物 我們可以怎麼辦 分給他們 蛤 要我們把禮物拿出來分別人喔 我 我才不要咧 小魏老師 你找別人分享啦 還有多的一 二 三 四 五 四個人 你們願意分給別人嗎 願意就打圈 很不想要就打差 猶豫不決 好喔 你覺得好 依萱讓他分給別人 一個嗎 好 那尊威覺得 不想要 分給別人 你一半 一半那你要決定啊 那現在怎麼辦 現在是要不要分 好 那這個給別人 那現在就還有三個人沒拿到對不對 還有三個人沒拿到吧 大家覺得每個人都可以 都拿到禮物的話 大家的感覺會是怎麼樣呢 那如果有人沒拿到禮物的話 感覺又會怎麼樣呢 其實我們如果可以多分享的話 就可以讓開心的人變多喔 最近小口龍也遇到類似這樣的事 我們來看看吧 來 這學期我們有四本新書喔 你們可以拿去看喔 好 好像很棒耶 這什麼東西啊 不要看 這些書看起來很好看耶 對啊 大家恐懼我們看一下啦 我不要 這三本我已經要借走了 哪有那麼霸道啊 你這樣子全都借走的話 其他人要怎麼辦啊 對啊 其他人想借來看怎麼辦 這裡還有一本書學的啊 給你們看啊 要不然你們就等我 把這三本看完 我就給你們看嘛好不好 哪有這樣的啦 等你看完感覺要好久喔 那你們又要怎麼樣 這是我先借的啊 誰叫你們這麼晚來 不然你先看一本嗎 另外兩本借我們看 這樣子大家全都看完之後 再來交換 那不就好了嗎 對啊 這樣大家都有書可以看啊 我不要 我自己先借到的耶 為什麼要借你們 而且老師剛才也沒有說 你一個人只能借一本 還是借三本啊 所以我自己借三本有什麼不對 你真的很自私耶 我自私 我看我自己想看的書有什麼不對啊 怎麼說我自私啊 算了啦 趙凱雄不要理他 我們去看看圖書館有什麼好看的書 好 他說吧 奇怪 想看自己想看的書有什麼不對 剛剛小恐龍在班上發生了一件事 那我想要問問看同學們 對於小恐龍這樣的行為 給了你怎樣的感覺 誰要來說看 生氣 為什麼 我覺得小恐龍很自私 都把好看的書搶走 然後留比較不好看的書給他們 好 會跟仲威一樣覺得生氣的人打圈 看看 一片綠啊 大家都圈啊 好 好 仲威請坐下 你覺得很厭煩 說看 就是我覺得 好啊 沒關係啊 那你就拿走 反正我在圖書館可以找到更好的書 那就算了啊 你自己 我們自己去別的地方看 你自己看你自己的書 好 也會覺得 有點厭煩的人打圈我看看 有人覺得厭煩有人覺得生氣 可是老師 我只是把我想要看的書借過來有什麼不對啊 而且老師也沒有說他一次只能借幾份啊 保護自己追求自己的利益當然沒有問題啦 可是在這個過程當中要顧慮到別人的感受 譬如說小恐龍這樣做的時候 其他兩個人那就很生氣 就走了 不理他了 那下一次 那小恐龍譬如說有借書的這個事情的時候 有好事順便都不會跟小恐龍講 所以變成是說小恐龍雖然想要好好的看書 可是問題是說 這件事他現在可以看了 以後可能會影響大家繼續看書的權益 就是別人不高興其實會給他帶來壞處 所以保護自己追求利益沒有問題 可是損害到別人 長期來說對自己將來不好 好 那我要再問一件事喔 所以像我們剛剛在拿小禮物的時候啊 沒有拿到小禮物的那三個人 你們先說一下你們現在的想法 就是想拿到 就是大家要分享嘛 這樣子才是對的 可是其實有人有拿三個 有人有拿兩個耶 對這樣的同學你感覺了嗎 就是你自己都有了 不要那麼貪心 你很想要這樣跟他講對不對 對 好 那我就要問了啊 那小恐龍好像也拿了三個對不對 你怎麼知道 我有注意到你耶 還有別人有看到 我跟妳說一件事喔 大家都有看到對不對 對 可是等一下 那現在手上還是有兩個 或是三個人舉手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中威嘛對不對 中威還是堅持著要拿兩個 為什麼 就是如果別人想要 但是自己也想要 所以妳很矛盾是不是 就是送給別人是有好處 但是自己感覺也不好 喔 老師在拿這個禮物的這個時候 真的我們也會很困難耶 要怎麼想啊 不要說小朋友其實大人 在做這種判斷的時候 也常都這樣 自己先有多一點 別人呢 少一點沒有關係 可是事實上在這邊的情況下的話 當小朋友這樣做 其實後面的小朋友一定會覺得不是很舒服 那他慢慢感覺到這個壓力 所以像有小朋友慢慢感覺想清楚了之後 他願意為了這樣的一個不舒服的感覺 他給了別人自己心裡就沒有負擔了 對 可是問題是說 對中衛來講 或者是對另外一個小朋友來講 可能對他來說 他想要的欲望還是比較強 對 這個時候他就沒有辦法考慮到別人 那所以如果將來大家還要長久相處的話 那如果一直都是這樣的話 變成是說 後來大家的不高興 譬如說會跟他用吵架 像小恐龍一樣 對 或者是直接罵他自私 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其實長久不會那麼高興 因為他會跟別人的互動 沒有那麼和諧 可是老師到底自私要怎麼定義啊 自私最重要是損害別人啊 就是說我保護自己沒有問題 可是我損害到別人的利益的 譬如說當我多拿一個 現場就有人少了一個 這是很明顯的狀況 對 我多拿兩個 現場就有人少了兩個 就一定是這樣的狀況 這個是自私啦 那當然最好的狀況當然是說 我能夠照顧自己 也顧慮到別人 這個是最好的 所以自私這個界限 有一點點模糊 但是它又好像是這麼重要 但是我們真的很希望讓大家 對自私這兩個字多多了解 馬上進行動動腦時間 腦筋轉一轉 一起玩遊戲 以下有幾道題目 請依照你的判斷 想一想這些行為算不算自私 小恐龍朗讀比賽第一名 得到500元獎金 同學要他請喝飲料 等他不想 所以大奧爵這樣不自私 大奧爵不自私嗎 為什麼 一軒說 小恐龍他得到這個獎金 是他自己努力而得來的 他不能分享給別人 因為如果別人他也想要的話 那他可以自己去比賽 他自己也可以得到啊 所以他這樣不算自私 好來請 中威說 可以去買他自己的東西 他也可以不分給阿恩喝 老師 這一題大家立場還蠻一致的 對啊 因為這個是小恐龍的東西嘛 他的東西要不要拿出來 那其實是他自己決定 就好像我們自己的東西 我們要不要拿出來 那是我的決定 那我沒有損害到別人 好 再考一題 請問 大家在練習大隊接力比賽 但小恐龍覺得很累 說不練就不練 你們覺得這樣是自私打拳 覺得沒有 一點都不自私打拆 那就很累啊 好 現場一片綠 大家都覺得自私 好 那就來問 對啊 文聖爸爸 因為這個是屬於大家一起的活動啊 那是屬於公眾的東西 那如果說這樣的一個活動 因為你一個人去改變到大家所有的一個活動的話 那這樣就是不對的 好 還有誰 就是小恐龍也是 就是別人很累 然後他自己也很累 然後呢 他離開之後 然後呢 如果我們有得名的話 那他也沒有很盡心盡力 那為什麼我們也要一起分享 老師 我們的立場越來越明確 是 就這一題來說 如果說大家覺得累就不練的話 那就不用大堆接力了 那不過其實因為自私本身 不完全是一個理性的判斷 他其實還有感性的部分 也就譬如說 假設他累的原因是他生病了 不是他不想做 是他做不到 這個時候其實大家就會覺得 好像沒有那麼自私 對 那或者是坦白說 如果小恐龍的人緣很好 對 那也有可能有很多人覺得 他這樣還好而已 不會覺得那麼自私 大致上來說 他是損害到了別人的權益沒有錯 不過我要強調的是 自私有時候是一種感受 所以這一題的答案是 是自私 但是老師您說 還是有可能大家的判斷會有所改變 是 因為這個狀況很模糊 譬如說他累的原因是什麼 那就是一個討論的地方 喔 好 那再來考驗一下 再出一題 看到公共區域有可愛的東西 就把它站為己有帶回家 那誰要告訴我為什麼你覺得自私 因為他這樣自己帶回家 有點像小偷的行為 對 又像小偷又自私 還有誰要說 秀華媽咪 我覺得那個公共場所的東西啊 他的所有人還是公共的 所以不能因為自己想要 就把它帶走 那而且 如果你真的沒有告知把它帶走 真的就是小偷的行為 喔 來我們看一下這題的答案 這樣是自私嗎 是啊 是 是自私 老師可能大家對公共區域 這是什麼意思不大了解 公共區域簡單來講 不是自己的家 或是不是自己的東西的地方 那裡面的東西 不管他有沒有宣告所有權 那至少我們知道他不是自己的 那這樣的情況下 你帶走就有可能 像小朋友講的 其實是小偷的行為 那其實像這樣的一個事情 如果你真的覺得 你很想要 但是他不知道所有權 其實我們一般社會是教導 要先去拿去檢察局 喔 類似這樣子 有點類似實際不媚這樣 那如果說 時間宣告 一段時間沒有了 那可能可以 是你的 現在我知道了 人來保護自己 希望自己好 是很正常的 但是為了方便 或者在乎自己的利益 而影響別人權益的時候 就變成是自私囉 老師 那這個自私的行為 有沒有可能是我們大人 不小心的示範 或者是說 我們會不會不小心 就助長了 孩子會做自私這樣的事 這還蠻常有的 比如說像那個放學的時候 你會看到每一次 一堆車都擠在校門口 對 那其實有時候發生車禍 那其實像導火老師 在交通的時候 也都常常很辛苦 因為這時候大家都 不見得會遵守 像這個就很明顯 那小朋友都在看 對 因為小朋友都會知道說 其實大人都有做這些行為 慢慢 因為這些事情的拿捏 其實小朋友不是很懂 很複雜 對 有時候有理性的判斷 有時候是感性的感受 對 所以他必須要靠大人的行為 去做指引 這個時候大人的身教 如果做不好的話 其實小朋友會很亂 但是我們真的很希望大家 把自私看得更清楚 所以我們就來進行體驗時間 同在一起體驗遊戲 請現場的小朋友分成兩組 分別想想看 自私對我們有哪些好處和影響 你可以得到這樣東西的時候 你不分給別人 然後你自己可以享受到哪一個東西 不跟別人分享就可以自己好好享受 好 那可以讓自己得到更好的待遇呢 說說看 就是如果只考慮到自己的話 可以獲得的利益就是相對變多 你如果舉例來說是類似說上班賺錢 工作類似這樣嗎 業績 說說看 如果你今天業績比較低 那如果老闆要就是升職的話 也是升他 所以如果你自私一點 然後讓自己業績比較好 你可能就會得到比較好的待遇 對 你想得很遙遠耶 不錯喔 好 第一組 自私的人可以吃到蜂蜜 為什麼 自私得到的好處就是 任意摘取蜜蜂的食物 你的意思是說 因為我們有一點自私 所以我們把蜜蜂 它工作賺來的蜂蜜 就拿來給我們吃 所以從吃得到蜂蜜這件事 就看得出來我們人的個性裡面 是有一點自私是不是 你真的很會想耶 好 可以很方便 升又說看 你就自己比較快可以享受到那個東西 你的意思是說大家都要排隊 才能買到東西 你都不用排隊的話 你走過去你可能就可以拿到 會很方便 對 對啊 爸爸媽媽覺得呢 這是好處還有什麼 爸爸媽媽 我覺得就像小朋友說的就是很方便 對 因為在公園的時候牽狗出去散步 對 我們也不用去撿牠 大片 排卸物啊 對 也不用踢著那一包這樣子甩來甩去 我覺得就是方便更讓自己 覺得可能是心情比較愉快這樣 就很方便 自己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不過老師 是不是就是我們說的這幾點呢 這是個好處 暫時來說是 爸爸像是自己的權力比較多啦 所有物比較多啦等等 還有當下的感覺 也不錯 也比較快樂 類似這樣 那自己看到好的東西 如果衝動 馬上去讓自己衝動得到滿足 大概是我們自私的很重要的原因 哇 每個人的頭腦都在 咛咛咛咛閃閃發光 都很用力的在思考喔 自私的好處 A組想到了兩個 B組則想到了三個 現在就請大家繼續鬧力激盪 想想看自私會帶來什麼不好的影響吧 好 容易被人討厭是自私的壞處 說來 誰要說 是啊 就是因為你每次都很自私 然後拿只有拿你喜歡的東西 然後都沒有顧慮到別人的話 別人久了之後第一次就還好 可是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 你一直都是這樣子的話 別人就會越來越討厭你 越來越會不想跟你玩 然後久了也不會想要當你的朋友 這樣 好像是這樣欸 那還有一個答案是 容易這樣友誼分裂 誰要說 就是 因為你就這樣子啊 然後別人就看你就會 有點不順眼 然後對 就是 比如說有一個東西 你就把它直接占為己有 對 然後另外一個朋友就說 證明就是我們兩個一起去 就是得到的東西 可是你卻這樣占為己有 然後他就會跟你吵架 然後就整個都鬧翻 友誼分裂 好恐怖喔 好 再一個 別人比較容易討厭你 會被排擠 怎麼說 因為如果 你自己把東西這樣為己有 別人也會討厭你 但是如果你不分為別人 有可能 那個人他很想要這樣的東西 但是 他覺得你不給他 這樣的行為是不對的 對 他也可能叫別人不要理你 叫別人排擠你 喔 結局就會被排擠 好 下次分享利益的時候 別人會像你對待他一樣 對待你 哇 說看 就是比如說你上次 你拿到一個東西 結果 你卻不跟人家分享 然後人家就說 好啊沒關係啊 結果下次換他的時候 然後之後你去跟他說你也要 可是你上次就這樣對待他 然後他就這樣對待你 他就說反正你上次就這樣 那就換我這樣對待你 哇 這樣聽起來感覺好恐怖喔 其實剛剛都要站起來了耶 對 好 我們來問問看B組 B組犯法 怎麼說 因為如果你自私 搞不好你的自私那種是偷竊那種 你嚴重到後來你就犯法 好 會影響到別人的權益 誰要講 因為如果自私的話 那個別 對 因為你自己也有權利 對 你有權利你可以得到這樣東西 那每個人也有權利可以得到這樣東西 你不能這樣 這樣為己有 好 那別人的權益就受損了 會造成別人的不便 說看 就假如說 就有人開車在路上 然後突然旁邊就有一台車就圍停 對 然後之後就會不好開 然後造成塞車 卡在那邊了 對 老師 看起來好像自私的壞處 好像一個黑色漩渦 好容易一下子就把我們捲進去耶 自私它本來 它可以講兩方面 一個叫相對的小我 一個是相對的大我 那簡單來說 小朋友想到的是 我自己這樣的一個人所做的事情 會對整個團體造成什麼影響 在人際上 在情緒上 都有一些不是很OK的地方 比如說人際上包含 像是人家的排擠 討厭 生氣 報復等等 那情緒上是當別人這樣做 比如說別人討厭我 我自己不會快樂 當別人排擠我 我自己不會快樂 類似這樣 所以它有情緒上 跟人際上的種種壞處 再來是說 如果那個小我 譬如說是一個團體的話 譬如說人類 人類的自私造成地球的污染 以及地球資源的過度開採 環保的問題就越來越多 地球就越來越難待 所以其實自私可以這樣談 天啊 我還以為自私是一件小事 只會影響少數人而已 卻沒有想到 如果每個人都自私的話 會造成這麼多可怕的後果 所以為了大家都可以開開心心的 生活在地球上 我們都要努力地做到 讓自己好 別人也好喔 蕭彤 你上次在學校好像也發生一件事對不對 就是啊 有一次啊 我們在吃營養午餐的時候 有人薯餅啊 就拿了三塊 可是薯餅它是剛剛好的喔 然後結果 他拿了三塊之後 後面一樣就有人沒有得吃 那這個時候 我們如果看到這樣子的人 我們應該怎麼做 看到他其實已經就是自私行為了 對 大家要怎麼做呢 馬上進行行動人盤 求助 就跟老師講 因為每個人都只有一個 為什麼他可以多留兩個 好 謝謝孟和 還有誰有別的方法 好 一姐 一姐來 好 你選的是說出來 來 說什麼 跟他說 你不能吃這麼多 那為什麼一定要告訴他 因為如果你吃這麼多的話 後面那兩個人就沒辦法吃的 你吃了三個 然後你就占掉別人 兩個人 好 謝謝你的說出來 好 再試試 說看 因為如果他 如果跟他說的話 他沒有聽進去 那我選擇再試試看 再跟他說一次 說到他聽為止 蠻厲害的 好 謝謝詩容 好 那就要問老師了 老師 除了我們這三個方法以外 老師 您還要給我們什麼建議 簡單來說 因為我們看到別人自私 我們心情上就不會太好 那個時候如果馬上就講話的話 很容易看起來像吵架 那別人忙就防衛起來 所以最簡單第一個是要冷靜 你沒有冷靜的話 你沒有辦法好好講話 然後第二個當然是說出來了 讓人家知道我們的想法是什麼 大家的想法是什麼 那如果人家馬上就配合了 那當然我們就感恩 謝謝他 考慮到團體的利益 讓大家以後都會這樣的方式 去分配東西等等 讓大家都得到好處 那萬一他不配合的話 你覺得這個影響好像不大 那就是沒有關係 也許或者就離開了 類似這樣 那如果你覺得影響還滿大的 那你可能必須要請大人幫忙 就是要求助了 不過經過今天的討論 我有發現 在小我和大我之間 在自私和無私之間 大家應該要先冷靜下來 反省一下 我這樣做會不會影響到別人的權益呢 會不會覺得我自己高興 別人不高興呢 然後常常這樣冷靜下來 做一點反省 我想你就會越來越知道 怎麼為別人著想 你也會慢慢拿捏出 這個人我之間的分界喔 希望大家好好的加油喔 祝福大家 謝謝 謝謝 看三本 我看一本 看三本 我看一本 好啦 說真的 借三本書 好像真的有一點點太自私了耶 應該聽聽同學的建議吧 這四本書呢 大家一起輪流看 搞不好看完了 還可以來一個讀書分享交流會喔 沒關係沒關係沒關係 沒關係 沒關係 不要太沮喪也不要哭泣 沒關係沒關係 沒關係 沒關係 人難免犯錯 改過才要緊 我真心說沒關係 丟著讓胸孔悶悶的打石頭 我真心說沒關係 不要哭泣